五七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大家好 我是廖慶玄 大家好 我是顏麗婷 好 我記得我們節目呢 前不久曾經聊過一次隔夜菜 引起所有觀眾朋友們的討論 那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 我先問一下麗婷 家有沒有在吃隔夜菜 只要是台灣人家裡 一定有隔夜菜 對 一定的 隔夜菜是台灣人的天堂 那你們大部分都是吃 什麼樣的隔夜菜 我跟你說我媽媽有一個怪癖 就是我們如果煮牛肉湯 然後牛肉吃完 理所當然湯就是 跟著鍋子一起洗嘛 不是喔 你把湯倒掉 我媽媽會跟我翻臉喔 她會說 那個湯怎麼能丟 那個要放在冰箱裡 然後呢 隔天再拿麵 出來再煮 就變成另外一個牛肉麵啦 我跟妳媽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 沒有意外大家都是台灣人 怎麼有可能把那麼精華的湯汁 給他倒掉呢 一定要再下個麵再下去煮啊 對不對 不要浪費嘛 那就變隔夜湯了 隔夜湯 是 但是有一些人的話 家裡面是冰滿的 那冰箱裡面全部都冰滿了隔夜菜 那甚至同事呢 他們其實中午的用餐的菜 大部分也都是昨天的隔夜菜 所以說到底是冰箱髒 對 還是隔夜菜太久了產生細菌 到底是哪一種 問題到底是出在哪邊 是 那是不是有一些隔夜菜的話 相對來講會比較健康一點 到底應該要什麼樣的料理呢 對 來 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好的 首先第一位 歡迎我們獨物科護理師 譚倫 陳老師 歡迎譚老師 再來是我們新陳代謝科醫師 祝年方助醫師 陳老師好 大家好 歡迎助醫師 是我們媒體人呂佩勳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我們台菜主廚 溫國志溫主廚 主廚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主廚 待會兒要特別來 教我們大家 那個做菜的話要做哪一些菜 可以放三年兩年的 不用那麼久 不要放那麼久 隔天吃的話還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要談這個問題 來給各位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幾天的話 最近大家在討論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很驚悚 很驚悚 說英國有一個19歲的男生 小男生 年輕人 結果有沒有想到他吃了那個 隔夜雞肉麵之後 居然引發敗血症 還截肢 來 佩勳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怎麼了 這個故事我聽到真的心有氣氣 因為我每天都在吃隔夜菜 因為便當都是前一天做好的 但這個故事是怎麼樣 這個19歲的英國男子 他就是在前一晚吃了朋友 前一晚留在冰箱的雞肉麵 結果吃完之後呢 開始有腹痛 嘔吐 然後皮膚發脂的狀況發生 緊急送醫之後呢 發現這個醫生診斷 他是細菌性侵襲的感染 所導致的敗血症 而這敗血症導致他有腎臟衰竭 跟血栓的情況發生 所以可以看到圖片 他的下肢跟皮膚其實已經有發脂 然後甚至因為這樣子呢 嚴重缺血 所以最後他必須得要截肢 跟截掉部分的手指 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那不過呢 他這邊有根據那個報導指出呢 這個患者在入院前的20小時 其實他的狀況 都是非常正常良好的 真的是吃到了雞肉麵之後 才開始發現了身體不適 然後到入院前的5個小時 才發現他皮膚開始發脂 那他這個患者呢 又在講說 那他有沒有過敏的症狀 其實沒有 他是沒有任何的過敏史 那他也有接種所謂的常規性疫苗 那只不過比較詬病的是 他一周會抽掉兩包香菸 然後跟喝兩次含有酒精的飲料 這是比較讓人家詬病的部分這樣 那這樣會不會有迷思 朱醫師 如果改成隔夜牛肉麵 會不會就不會結肢了呢 對 搞不好吃了隔夜牛肉麵之後 變成急性心肌梗塞發 對 更慘了 可能不但是肢體保不住 結果性命還掉 其實在嘉義就有曾經有一個研究生 一個大學研究生 他只不過去吃了一個早餐 然後因為早餐被污染了 結果你想想看 才25 6 7 8歲的一個研究生 吃一個早餐怎麼就會死亡呢 那結果是因為那個 他也是一樣 是因為那個蛋處理得不好 最近鬧蛋筐 那我們就故意講一下 這個蛋可能會被感染 那現在上面有一些沙門感菌 然後造成了一個敗血性休克 然後死亡 那當時還有滿多人 也是同樣的吃了那一家早餐 也是造成食物中毒 所以他們早早早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沙門感菌 像剛剛這一位的19歲 他是吃到了一個 那個腦膜耐色氏菌的這個 那他一樣 如果我們說隔夜雞肉麵會有問題 隔夜就像你看牛肉麵也有問題 但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這些食材或是食物 它因為引起了細菌的感染 造成一些感染 然後吃了之後造成一個敗血性休克 敗血性休克 那你就可以看到血栓 可能因為血液凝集 血栓打到下肢 然後造成下肢的這個栓塞 然後要截肢 那它也是一個敗血性休克的 這個進程這樣一直走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食物如果處理不當 或是保存不當 它就會造成一些細菌感染 這些細菌感染吃到一般人 可能就是拉個肚子或是食物中毒 可是吃到有一些人 它就正好變得比較嚴重了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研究生的死亡 或者這個19度 那個其實很有名 那是嘉義大學 對 嘉義大學 中正大學的上面 那時候正好我在 我在當衛生局之前發生的 然後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是一直吵這個議題說 怎麼吃了一個早餐 就變成我們一般會吃食物中毒 那個事情很奇怪就是說 那個早餐店賣的早餐 當時好像我記得中毒的 好像五六十個人 他們的人數不是只有單一 是五六十個人 集體 後來去調查的 他們意料的是發現 他在整個處理蛋的過程中 他們在煎蛋的時候 還有那個 他稍微有點懶惡了 所以那個整個是 其實是那一塊 然後我們又知道 我們其實早餐的時候 煎蛋有時候不一定會煎到全熟 有時候有的人還想說 蛋黃要有一點 有一點蛋黃 所以有時候是因為 又煎得不是全熟 然後再加上又處理了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早餐店也被熱定停業 要檢討 而且也有一些法律的糾紛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 食物如果處理不好 造成細菌感染或是食物中毒 其實是在哪裡都可以發生 在五星級的大飯店會有 在路邊攤的小吃店也會有 所以他並不一定是說 一定會怎樣 只是一般大家只是說 拉拉肚子 腸胃炎 不會造成性命的傷害損傷 那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造成他的致死 那朱醫師他有沒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量的問題 比如說我吃了這個隔夜雞肉麵 雞肉麵的話一小碗 甚至你搞不好吃個早餐 早餐的話蛋搞不好也就只有一片 它可以嚴重到說 會造成性命上面的一個危害嗎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滿重點的 因為細菌吃下去 你看不到細菌在哪裡 你不知道細菌的量是多少 但是吃進去了之後 如果細菌正好在體內 又生長 滋生在繁衍的話 那就會造成一個敗血性休克 要不然一般來講我們不會 不會說整個血液培養也有 然後腸胃道奔便的培養都有 那他一定是說 是不是自己也有一些身體的狀況 然後你看我們的腸胃道 本來我們腸胃道裡面 都有很多大腸桿菌或其他的細菌 但是他並不會造成說馬上治病 那一定是是不是 正好也有一些身體的狀況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這細菌量很多了 我們一定是感染 然後聚血症 敗血性休克 然後最後再死亡 所以他有一定的過程 因為你如果像我們的白血球 就像我們的阿兵哥一樣 要趕快出來打仗 他可以預敵的 或還有我們的免疫反應 他本來就是可以預敵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缺陷 或者是沒有辦法預敵 因為隔夜菜感覺就是等於不好 可是韓老師有沒有一些隔夜菜 還行或是有一些隔夜菜 絕對不能碰 其實基本上沒有說隔夜菜 絕對不能吃的這種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跟你的保存 跟你的復熱有關 但是一般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如果復熱其實是很難去 就是說去完全的復熱的非常好的 第一個就是海鮮 我們都知道這個海鮮 它很容易就是高蛋白 所以它很容易腐化 所以這個海鮮要在復熱的時候 而且如果說你加熱的 它一直讓它滾的話 這個口感就會變得很差 所以我們一般我們會建議海鮮類 盡量就是單次吃完 那再來就是這個銀耳木耳 這個東西 這個曾經發生過蠻多次的 一些中毒案例在中國大陸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你要泡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些有毒物質 然後你可能這個容器也沒乾淨 水也沒乾淨 然後你泡的時間又太久 它本身就會產生一些 這個細菌了 所以如果說你是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你就是好好的泡的時候 清洗乾淨 然後煮熟 其實是不大會的 那再來就是菇類 它也是一個比較營養的東西 但是菇類它就是 你要在你的復熱的情形下 就是一定要把它煮得很透 那一般我們在講隔夜菜會致癌 其實大部分都在講 深綠色的蔬菜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我們失以糞肥 我們現在都失以淡肥 所以我們根據的研究 我們的紅白蘿蔔 深綠色蔬菜 香針 韭菜 耳其愛這些 會有比較高的這些硝山岩 但是其實大家也不要緊張 你這個很多香港或台北市政府 都做過研究 你洗菜可以洗掉部分的硝山岩 然後再來呢 重點就是你炒菜要加水 然後加了水之後呢 因為硝山岩會溶於水 所以你把菜撈起來 水不要了 湯汁不要了 不要再像那個以前阿嬤那樣 就是炒炒炒 吃的湯拿來攪飯 時代變了不要再攪飯 那如果花椰菜吃一半吃不完 放冰箱 其實 隔天拿出來 直接加熱可以嗎 但是就是你的這個 其實是在你這個保存的方式 像花椰菜的話 你如果說你今天炒了一盤花椰菜 如果你確定你家的人 可能今天吃不完這個 我建議你就是先把不吃的那一份 先拿起來冰 然後隔天呢 你就是把它加水再煮到沸騰 這樣就會安全 我這邊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的冰箱 不是說都-20度-80度 大概都是只有下沉的冰箱 大概只有5度 甚至你還會有一些生的菜 放在那邊 所以很容易就是說 你煮熟的菜之後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因素 那我們其實比較怕細菌的感染 對不對 那你生菜熟菜放在一起 就出來了 就出問題了 或者是你那個菜 大家可以看 我們的生魚片如果放到冰箱裡 那一定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處理好 那還有一些菜 你可以看像雞骨頭 雞血還在那邊流來流去 或者是骨頭的那些血都還在 表示它並不是我要當 不是做得很好的 那下沉的是5度的 然後上沉的是-5度 然後這時候很容易就造成一些 熟食跟生食的混在一起 像我們在學校做實驗的時候 可能都是-20度 -40度 -80度的冰箱 那個細菌可能就比較不容易滋生 而且食物也比較不會變性 所以你擺進去了之後 比較不會有一些反應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的冰箱 大家都知道 沒有一個人的冰箱經得起 內物檢查 一打開都是塞滿了東西 塞滿了生食 熟食 罐頭 什麼搞不好隔壁那個罐頭 都已經發霉 前面都已經長菌了 對不對 很多東西都這樣 那所以其實冰箱 只是一個暫時性 讓你儲存食物的東西 不要把什麼東西都一直往冰箱裡 你就放進去這樣 很容易出問題 老人家好愛把冰箱當保障食物 沒有 那個一定要把它塞滿 你沒有塞滿的話 你沒有安全感 怎麼會 千萬不要 真的 我騙你 沒塞滿會很像獨居老人嗎 會覺得說糟糕了 如果明天怎麼樣的話 我沒有東西好吃 所以即便是你家樓下 你是便利商店或者是超市 你一樣冰箱裡面 會塞得滿滿的 不相信你問佩勳 佩勳的話 職業婦女的話就是這樣 家裡有幾個冰箱 我家裡有兩個冰箱 但是我得先說一下 我媽媽的冰箱 這是我媽媽的冰箱 那這一個是它的冷凍 這個是冷藏 我媽媽本來的冰箱 是300公升的 然後它嫌不夠 然後冰箱總是塞滿 所以它就 後來我們就幫它換一個 600公升的 結果一樣塞滿滿 所以就是 它說那個冰箱是主婦的財庫 一定要滿 家裡才會財運橫通這樣 這是它的說法 然後這邊 我有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冷凍櫃是這樣 那我媽媽長期都會用塑膠袋 然後綁一個紅繩這樣 去保存食物 然後我們每次打開冰箱之後 要小心喔 因為要先閃一邊 然後怕東西掉下來這樣子 然後它拿東西 也是會從外面的開始先拿... 拿到裡面 它最寶貝的那一袋之後 拿出來再把其他的東西 往裡面再放回去 那這樣子其實 應該就會有溫差上 溫差上的危險 對 這是我第一個疑慮 那這還可以看到就是 我媽媽她 她還有一個觀念是 她覺得真空包就不會壞 所以這邊 對 我媽媽也是這樣子覺得 對 真空包不會壞 所以像這個是我過年那時候 買回家的年糕 然後到昨天還冰在冰箱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 她吃不完的東西 它就會盤子裝著 然後保鮮膜一封 就冰到冰箱裡面 對 對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說 這樣到底是正確的嗎 那個佩芹 我看一下你們家的冰箱 其實你們家的冰箱 算是很乾淨整齊的了 算乾 只是東西比較多 對 這已經算是比較整齊一點了 然後她拍照前整理三天了 對 所以妳裡面的話 我看一下妳們的食物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是冷凍食物對不對 水餃比較多 還有罐頭食物 對 像那些玉米罐那些 妳會不會 也會不會買啊 玉米罐頭也會 所以像剛剛那個唐老師有講說 玉米炒蝦仁 其實就是我們家很常吃的食物 像玉米炒蝦仁 因為玉米罐頭你一開 它就會很多 然後小朋友很喜歡吃 所以你一炒一定都是隔天便當菜 一定會有這一道 所以其實我也很擔心說 那這樣子我到底要怎麼樣吃才好 然後銀耳蓮子糖 也是我很常煮的 那煮就常常會煮一鍋 就冰在冰箱 然後想吃的時候就咬一碗 然後拿來加熱 那這樣是可以的嗎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對 玉米的問題 我們很常用玉米罐頭 其實用玉米罐頭沒什麼關係 但是重點在於哪裡呢 你打開玉米罐頭之後 你其實把你要的那一份拿出來 剩下的這一份 我建議你要倒到你的保鮮盒 然後再放到冰箱 絕對不要就是罐頭打開 然後就是蓋回來 就直接放在那個冰箱保存 這樣很容易就是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 這個罐頭的保存的關係 那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關係 認為說罐頭的東西 它防腐劑很多 其實罐頭沒有防腐劑 它是靠徹底滅菌 所以你一打開的時候 它跟空氣接觸就會有細菌了 是所有的罐頭都這樣 對 所以打開罐頭之後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說它不會壞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遇到很多 像那個阿嬤打開一個罐頭 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 就放在桌上 對 那個就很容易食物中毒 所以一定要記得 就是說你打開罐頭之後 把那個 我都會建議 你把那個固體夾起來 液體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液體的油鹽糖就很多 然後你就是固體的拿出來 然後沒吃完 一定要放在冰箱保存 但是冰箱絕對不能放超過七層 因為你放過七層之後 它的循環會很差 所以東西其實會很容易壞掉 所以其實東西真的不要放在冰箱 因為冰箱沒有殺菌功能 對 它只是減緩細菌生長的速度 可是譚老師有很多的那些罐頭的話 它基本上本來就是醃漬類 本來就是醬菜類 那醬菜類的話 它本來就一直醃在那邊 那我即便開了罐頭 譬如說我吃了一個豆腐乳 我不可能一次 就把一整罐的豆腐乳 全部都把它吃光 我吃了一塊以後 我一定再冰 第二天 第三天 甚至吃了一個月 我還是一樣吃那一罐豆腐乳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其實你就是要用你乾淨的筷子 去夾那個沒有碰到的那個豆腐乳 然後你拿出來之後 還是要密封放在冰箱裡面 其實現在很多的那個 那個你可以發現到 有些人那個醬瓜 他覺得它不會壞掉 但是那種玻璃罐的 你放個一段時間 它放在冰箱裡面 一樣會長霉 它會發霉 對 一樣都會 其實都會的 因為我們那個罐頭 會一會拿進 一會拿出 你不會說挑了一個之後 馬上就把它冰起來 不會 你就會擺在餐桌上 就像剛剛佩群講的 我很怕食物一會兒動起來 一會兒又退冰 一會兒又動起來 一會兒又退冰 那就很容易造成食物的敗壞 或者是細菌的滋生這樣 那像我朋友啊 他有去全聯超市 可能買一些雞肉 那本來決定要今天晚上料理 結果沒有料理 那他又把這個冷藏雞肉 再放到冷凍 這樣子可以嗎 對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負五度 五度跟負二十度 那細菌滋生的還是不一樣 那本來我們一直都是 在冷凍的情況 冷凍的情況下 可能是負五度 負二十度 那你把它拿 你看我們為了要炒菜方面 都會先拿到下沉來解凍一下 或者是拿在外面來解凍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會 細菌就在開始長 那你不做 又把它再冰回去 其實就已經曝露在一個 室溫的環境 就已經不太適當了這樣子 對 我們要有方法啦 因為現在主廚已經搖頭搖的 大概有十分鐘了 溫主廚請問一下 隔夜菜到底要怎麼樣料理 會比較好吃 也不會有細菌的危機呢 我們一般隔夜菜 如果說要料理到隔天要好吃的 要選擇材質不會變軟化的那一種 比如說像毛豆 根莖類這種 它的這個組織比較Q彈 口感比較好的 它比較耐煮的這樣子 那像綠色蔬菜 這種它這個質地比較柔軟的 很容易就敗壞掉這樣子 對 可是像炒飯不就是這樣隔夜飯嗎 炒飯應該是說 剛才這些專家都有講 就是你隔夜拿出來要吃之前 要徹底複熱 複熱過後之後 它的這個細菌 又達到我們第一次噴調過程 那一百度滅菌之後呢 你吃起來也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是在複熱的方式 一般我們做隔夜飯的話 如果是要炒飯 是把它封起來之後冰冷凍 對 冰冷凍之後呢 它在冷凍的過程裡面 冰晶結晶之後水分揮發 就可以做那個 變成粒粒分明的那個狀態 好 我們請主廚出來 幫我們示範一下 毛豆要怎麼樣做 毛豆雞丁 是的 聽起來就很好吃 這邊有毛豆 對 醃過的雞丁 雞丁 對 然後呢還有紅蘿蔔 蒜末跟蒟蒜末跟蒟蒟米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蒜頭 炒香一下 是 爆香一下 之後呢我們把這個雞胸肉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雞胸肉稍微 讓它變比較嫩一點 所以我們稍微醃過一下 好 醃過一下 然後呢我們用這個油 去把它拌開來 如果是我們雞胸肉要讓它吃 比較柔軟的口感 所以噴調時間不能太久 但是如果你隔夜 到隔夜要使用的時候呢 不管是用微波或是電鍋蒸熱 像我們的雞肉 還有這個毛豆 顏色都不太會變色 那譚老師我也想問一下 像在疫情的時候買不到菜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會特別買了新鮮的 譬如說青花菜回來 然後殺青冰冷凍 那像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我們蔬菜買回來是吃新鮮的 不要做任何處理 冰在冰箱呢 還是說我要真的這樣殺青冰冷凍 這樣保存的時間可以比較長 其實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像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會先處理一些食材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像很多小家庭一條蘿蔔吃不完 你回來先把它蒸過 然後每次拿一點出來 其實這也是對職業婦女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不用煮那麼久 所以我覺得這養者都可以 只要能夠保存食物不要壞掉就好 所以食物可以先回來 先處理一下這樣子 也可以先處理一下 好 那主廚的話 剛剛已經加進去紅蘿蔔了 香味已經出來了 對 紅蘿蔔下入我們的毛豆 毛豆 那雞肉現在在這邊大概五分熟 所以就是 這放下去就好漂亮 對 好 然後我們的蒟蒻米也跟著下 好 那我們這邊加一點調料 調料很簡單 一點鹽 鹽巴一些些 對 還有胡椒粉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加個胡椒粉 是 好 基礎調味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這樣子 我們時間這樣子也熟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盛盤 好 這樣子已經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很方便 這大概炒下來的話 我們從那個開始 這個鍋子開始 這個很適合帶便當 帶便當 對 帶便當 你現在吃 吃不完 隔天帶便當 這個唐老師他們都是就是帶便當 然後你還沒吃之前 這個就要先挖起來帶便當的 對 好 你這個大家使用過的 這個就是可能有一些污染 還是什麼 就盡量再把它使用完畢 但是唐老師像這樣是不是要等他涼 其實千萬不要 真的 因為其實那個我家小孩 都從小一就帶便當 帶到高中畢業 為什麼 因為有研究就說 小孩子帶便當比較不會變壞 有這種事 難怪我從小就叛逆 那我現在就帶便當 是不是會變得更爛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帶便當 好 請問10歲還來得及嗎 其實是可以啦 那其實帶便當的方法就是像 溫師傅講的 煮完飯再先裝便當 那你不要等到冷 因為我們長菌是七到六十度的 這個是有一個危險溫度 所以你大概煮完 大概裝完便當 大概就是六十五度的時候 就趕快放在冰箱 為什麼 其實現在滿多的那個實驗 就發現你這樣放進去 不會增加冰箱的溫度 因為現在冰箱都很進步了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長菌 然後隔天再帶去學校用蒸的 或者是微波加熱都可以 那像這樣有溫度 如果用保鮮膜 是不是就會有塑化劑 最好不要保鮮膜 其實我建議就是冷的環境下 你也不要用保鮮膜去接觸食物 因為過去曾經有人實驗過 冷的環境下有油脂 塑化劑就會溶解出來 所以說如果像這樣的菜 你要放進去冰箱 我建議你放一個比較深的碗 然後那個就是你的保鮮膜 是距離你的食物 至少還有兩三公分 不會貼到的 這樣會比較安全 因為現在有些保鮮盒 比較高一點的 那你不要裝滿 裝到一半三分之二的時候 這樣就好 那可能又比保鮮膜來得好 因為保鮮膜有時候要貼 甚至還有一些 那個老太太 那個保鮮膜還要重複使用 對 還要把它收起來 捨不得 而且他要把它晾乾 還要把它晾起來 天啊 貼在牆上千萬不要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那個湯 都是比如說什麼佛跳牆 什麼很大鍋的這樣 然後回去 他就會晚上那個婆婆就會說 不用冰 你喔 那個火打開加熱 然後讓它滾 放在那裡 你要來早上 不是像佛跳牆 繼續喝 它是把魚也把它丟下去 對 全部東西丟丟的 對 把豬腳也放進去 所有的東西都把它放進去以後 沒關係 像你媽講的 就是要我把它打開來 煮沸 看著順眼的放進去 然後煮沸之後隔天起來 繼續喝 而且很好喝 對 而且你不用怕 瓶瓶瓶瓶 對 直接放 主廚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這個是我們台灣很有名的 那個菜味嘛 對 這個菜味 但是以前這個 傳統的方式真的是這樣 你把那個煮滾之後 放一個晚上之後 讓它冷卻 不能蓋蓋子 因為你如果蓋蓋子之後 它會形成這個循環保溫效果 那它就會變成 就是在裡面溫度沒辦法 久久沒辦法上去之後 就會腐敗 所以要開蓋的狀況 但是開蓋你會有一些這個 蟲霧會掉進去 所以可以蓋三分之二蓋這樣子 你要留一個縫隙讓它 那個熱氣揮發這樣子 所以真的煮費放 然後開蓋一點點 這樣可以放整碗這樣 可以放整碗 隔天 那個後天呢 隔天繼續使用 主廚講這話怎麼很心虛 不是 不是男生 要食用錢 要食用錢 不是 要食用錢 不過以前 還是要再煮滾 不過以前真的是 這樣因為以前沒有冰箱 以前沒有冰箱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用煮費的方式 然後放在菜堵裡對不對 是 第一天吃不完 又吃第二天 越吃越大鍋 什麼東西都放下去 我問一下台老師 這樣子講到底對不對 這樣是對的嗎 其實它是煮費的過程中 它的確是在殺菌 所以其實他們是吃之前會煮費 吃之後又煮費 然後他們甚至會就是說 蓋上蓋子維持一個真空的狀態下 就是我們現在有時候吸真空 這個東西可以保存久一點的 內容概念 但是這樣真空也不代表說 它不會壞掉 所以還是盡量現在有冰箱進步了 就像朱醫師講的 隨著時代的進步 我們還是盡量把它放冰箱 但是吃之前之後都要煮費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所以現在熱的東西 可以直接放冰箱 就不用等冷 沒有 等65度 因為你一滾的 正在滾的 你放到冰箱 這樣是不行的 它會降溫一下 你知道怎麼樣叫做65度呢 就用你的手去摸那個鍋子 它不會燙你的手 讓你覺得熱熱的 但是不會燙你的手 幾乎就是65度 這樣就可以冰 對 你就用手去摸 它是熱的 但是不會燙你的手 這時候趕快放進去 來 朱醫師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其實跟冬天 夏天還是有關係 我記得我以前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天寒地凍 外面都負一二十度 我們每次煮好的東西就放在窗台 然後把那個窗子拉起來一點 那個是自動的冰箱 那個是最好的 其實冬天的時候這樣做是比較好 但是夏天我就真的比較不建議 因為夏天太熱了 所以食物也容易比較敗壞 所以你看為什麼夏天的時候 很多食物中毒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再煮就好了 其實你在擺的那個過程中 就已經壞了 即便你再煮 它雖然有殺菌 但是可能還是比較容易 容易食物中毒的這樣 剛剛講都熱的 對 你知道你很愛喝手搖飲嗎 對 是冰的 對 冰的放冰箱沒問題了吧 佩勳你怎麼說 每次過年回到台南 就特別想要喝某一家的飲料 它的山楂烏龍特別好喝 那這次過年呢 他們過年就有放假 所以除夕當天的白天 我就很緊張 趕快 中午之前 他們就趕快去買了 二十杯的山楂烏龍 囤在冰箱 但因為我都是喝溫的 所以我是買了二十杯溫的 就直接冰到冰箱 然後就在過年期間 很享受慢慢喝這樣子 那我朋友呢 因為現在都會叫外送 會點飲料 那他是一個人住 所以他每次晚上 想要喝飲料的時候 又想說運費那麼貴 要買多一點去攤體 才划算啊 所以他一次也都是叫十杯以上 然後就冰在冰箱 然後這樣子慢慢喝 不過這樣子可以嗎 你講這個 你一邊講我一邊想到了 我去年那個Seven的時候 什麼買一送一的那個咖啡 冰拿鐵 對 然後我也是會 沒有 我是買就是冰美式 然後冰美式買完以後 就把它冰在冰箱 然後就一直冰 你買一杯吧 我買一送一嘛 我就是買了兩杯 然後就另外一杯就冰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冰在那裡 譚老師他什麼時候會種植 這個應該可以喝吧 這個不行 其實如果你是密封的 你其實拚個一天 我覺得還OK 但是有一些人是擦了吸管 然後就是喝幾口又放回去 喝幾口又放回去 這個就非常危險 唾液的細菌 對 其實就跟我們把那個水打開 喝兩口再放著 其實你在喝的唾液 我們口腔是最 這樣也不行嗎 對 其實礦泉水 礦泉水是最多的 對 這個一定要在24小時之內 所以如果我是放這水壺 倒出來喝是可以 那就沒有關係 你把它倒出來 不要口水又吞回去 對 那其實我還要再特別強調 我們剛才講的菜 都是熱過的 完全煮沸的 可是冰品不是 你看冰品它本來就是比較 隨隨便便的 比較那個水啊 冰啊 它那個處理的 有時候都比較不是那麼OK 那或者是擺著的時候 都其實是比較容易 細菌滋生的 所以冰品很容易就變成食物中毒 所以要特別小心 對 我要提醒一個 就是現在即將要進入夏天的時候 我們都會買西瓜 那這個在發生滿多案例 有些人就是想說 我自己吃的西瓜 那我可能就是用個保鮮膜蓋著 然後每次拿出來 就用湯匙挖兩口 然後吃完之後又放回去 這在國外發生滿多 中國大陸就發生很多這樣子 然後感染上底斯特菌 然後死亡的案例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你切的時候就是餐具就要清潔 然後還是盡快的 因為你打開之後 你認為放在冰箱中很安全 其實李斯特菌在這冷的環境下 它還是會長的 所以還是要小心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今天要很沉重的 跟社會大眾們道歉 因為我們誤會了一個東西 誤會了五十多年 什麼東西 他就是魏京本人 他運氣很不好 被誤會了這麼多年 而且他都不能說話 所以我們今天幫魏京來說說話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魏京澄清大會 好 被互惠了五十年 最主要是因為一封的 二作劇的信 是 那麼其實是發生在 1968年的4月4號 對 美國的一個華裔醫生叫做郭浩銘 他寫給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寫了一封信 那麼信裡面他特別提到 他在中國餐廳用完餐之後的話 都會出現頭痛 流汗 心悸 噁心 還有身體麻痺 等等的狀態 對 而且提到這很有可能 跟中國餐館習慣在餐點裡面 添加魏京有關 那麼在這封信刊出了之後 徹底改變了魏京 在美國社會的一個命運 讓它成為了民眾避之唯恐不及的 化學增胃劑 對 並且把吃下魏京之後 產生的不良反應 稱作是中國餐館症候群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我每次去中國餐館 吃完飯以後的話 都覺得會有心境 身體不好 會有頭痛 對 那一定是你裡面加了什麼 對 怎麼會是我們道歉 應該是這位郭醫師 要出來道歉吧 因為郭醫師可能年紀比較大一點 畢竟已經50年了 他自己也沒有辦法出現 那到底是什麼魏京 什麼是魏京 那1908年的時候 日本生物化學家 磁田菊苗透過研究 發現了海帶裡面 有了一個鮮味 那它把這個海帶當中 分離出了骨胺酸鹽 那麼中文的名字 就是所謂的胃脂素的調味料 然後成立了胃脂素 這個朱式蕙色 就開始生產這個魏京 對 可是我們從小時候到長大 除了阿嬤輩的 爸媽都會說 不要加魏京 魏京對身體不好 然後到外面餐館喝了一個湯 覺得說 今天怎麼那麼渴 那個餐廳一定有加魏京 一定是那個魏京的問題 那個餐廳下次不要再去 就不要再活什麼 可是今天才知道 原來魏京它是天然的耶 對 對啊 它無罪 我們今天來做個小實驗好不好 來賓桌上都有三個杯子 寫了1 2 3號 慶雪哥麻煩你也一起 我也要做實驗嗎 今天這個實驗相當的公平 因為只有我知道答案在哪裡 好不好 你們喝喝看 你喝不喝得出哪一碗 有味精 我覺得今天壓力最大的是 那個魏祖廚 我們先從1開始喝對不對 我很期待譚老師 因為譚老師就不喝湯的 所以他應該很快就可以分辨吧 來喔 請喝 不是 我們要漱口一下 我們等一下跟品酒一下 要漱個口 然後把前一杯的這個 殘餘味道給漱掉才對 我們待會從慶雪哥先來 你猜幾號裡面有味精 我剛喝完1以後好口渴 已經這麼快 那你有心悸嗎 你有頭痛 你有流汗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其實說實在的 我平常在吃麵吃湯的時候 我其實很難發覺說 它到底裡面有沒有加味精 但是我已經習慣性的 跟那個麵攤的老闆講說 你不要幫我加味精 可是直接讓它加進去 我自己也不太遲到 味精好倒楣喔 觀眾朋友 你今天一定要仔細的聽 味精他沒醉 糟糕 我真的 我喝不太醋了 你喝到第幾號了 我喝到3了 好 請問哪一個裡面有味精 你認為 倒數3秒 3 2 等一下 再給我一次 請回答 2號 2號是味精 因為2號比較甜一點 好 你覺得2號 然後這一個 還有一個是 沒有 只需要覺得哪一個 有味精就好 好 譚老師 修出大家的答案 你看我就知道我是主廚等級的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現場真的是太公平了 平常有在煮菜的 都是主婦們答對 不是啦 佩馨跟譚老師答對 我們來揭曉1號 3號的味道就這樣會 大家還記得1號的味道嗎 1號的味道是 原味 1號是原味 對 就是高麗菜湯而已 對嘛 可是1號也很好喝 我們來看看 我說答對的是3號 3號就是裡面有味精 那為什麼男性們都覺得是2號 因為它味道真的很重 它是雞精粉 所以化學的味道多重 雞精粉也是不OK的 因為它裡面有時候會掺 掺著雞精粉再加味精 但你還是猜中 對 所以我覺得2號味道最重 不應該這個 是不是高麗菜湯 會有這麼強烈的味道 我們一定要牽托一下 所以味精 那個雞精粉的話 不是用雞的肉的甜味 有時候它有餐其他的 對 對 所以一般民眾的話 這樣子喝的話 其實基本上喝不太出來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一個迷思 你看我們到餐廳去 那如果人家雞湯煮得太淡了 你會說你這個 什麼是水煮的湯一樣 這個真的是不好 你給我再拿回去再煮再煮 然後他就丟一勺雞精粉 就說這家雞湯真是夠味 鮮美 好喝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被陷害的 就是因為他在追求 這個特別好喝的雞湯 潘老師你怎麼可以分辨 因為二號其味道最重 你怎麼會知道是三號 其實那個一喝起來的味道 你就知道 可能那個沛芯也會感覺 就是媽媽有煮飯的人 真的就會覺得它的味道 是不是那麼自然的 對 那雞精粉其實很多 它裡面也有味精 所以朱醫師也沒有講錯 因為你有時候看到雞精粉的成分 或者是一些什麼昆布粉 什麼之類的成分 其實第一個還是味精的福山納 對 所以它其實它的味道 是更加的更多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很單純 99%可能就是最傳統的味精 99.9都是福山納的味道 所以其實味精沒有這麼壞 其實味精它其實不是一個 有毒的物質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東西 但是它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說口渴怎樣 那就是因為你用量太多 因為三湯匙味精的鈉含量 就等於一湯匙鹽的那個鈉含量 所以它其實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鈉含量 我們知道鈉高的話 其實血壓會難控制 會增加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在於你的用量 像有時候你去外面吃東西 它可能幫你煮個湯麵 你就看它扣扣兩勺的那個味精下去 那你吃了又把麵吃又把湯喝了 你就會覺得口渴 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是一點點 它其實提了它的味道 但是鈉含量也不會太高 這樣就很安全 所以如果煎魚粉跟什麼雞精粉跟味精 相較在味精還比較天然一點點 其實這些東西都含有味精這個成分 你只要看它的那個成分裡面 幾乎都有伏沙納這個東西 那譚老師如果建議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是腎臟科病人的話 那你真的就是要 就是在洗腎病人 你就不要用一大堆那種很多成分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個腎臟健全的人 你就是一點點 我覺得都不會有什麼樣的傷害 但是我個人可能就是 用比較傳統的味精 但是我就會用一點點而已 我就是不會 就是很像很多人煮飯 就加很多調味料 我沒有 我就是一點點 你知道我去很多國家 我現在發現說 東南亞的國家很喜歡用味精 東南亞的國家很喜歡用味精 也很方便 中國大陸 他們都很喜歡用什麼 就很喜歡用雞精粉 他們就每一個菜的話呢 就是一定都要加雞精粉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分裡面 都有伏沙納就是味精的成分 都有 含有味精 那佩勳你怎麼會喝得出來是餓 因為其實第二杯很明顯 它會有一個雞的那個味道 所以然後到尾鏡都會乾乾的 所以其實你吃到有味精的東西 你會發現它後面會甜乾甜乾的感覺 所以這其實很好判斷 那第一個是因為它最沒有味道 它最單純 就是鹹味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很明顯它就是只有加鹽 所以像我們家 像我婆婆 我家的台南 他們口味上台南人比較偏甜 所以他們不用味精的時候 他就會加一點點的糖 就是鹽之後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糖 那有時候滷肉什麼 他們會加一點味醂 然後下去做調味 那我自己的話 如果要提一點鹹味 我其實會用魚露 對 魚露加白 就是白菜滷 會滴一點魚露 可是魚露不是味道很重 它會有一個鮮味 所以量不能太多 然後就是當餐把它吃掉會比較好 就不要隔夜 然後或者是像包餛飩的時候 我也會滴一點點的魚露 去提它的鮮味 主廚你們都是用什麼樣來調味 如果要做天然的這個 天然的味素 我們可以選用這個香菇 乾的香菇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這個 乾香菇 調理機或果汁機裡面 對 攪拌機 然後還有我們的小魚乾 小魚乾 好 它這個量的話 就可以這個適量 如果吃素的話 就是不要加這個 有動物性的這個 小魚乾把它加下來 然後還有柴魚片 柴魚片 對 柴魚片 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昆布 昆布 這個都是真香 真鮮的 對 真鮮的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 都是乾燥的 把它這個蓋起來之後呢 我們先來打碎它 這個等於是自己做了對不對 自己做粉 調味粉 對 我那個如果小魚乾不吃 可不可以用蝦米 對 可以 蝦蜜蜜蜜也可以 對 打碎它 打碎就可以了 真的耶 天然鮮味粉 對 可以聞一下 史上最香 這比剛剛喝的湯好香喔 還有這個過關吧 這個就很好的一個方法 給譚老師他們看一下 對 這個我們也會 對 這個很香 各種的那個 對 乾香味都有 對 對啊 這真的很棒 這真的可以學起來 這個其實平常 我們現場來做一下湯 對 所以我們這裡面 其實就只有清水 就只有清水 清水把它煮滾之後 然後我們把這個紅蘿蔔 好 直接加下來 好 然後加一點豆腐 豆腐 豆腐 就給它四次的 好 然後這邊我們打一個蛋花這樣 對 一個就好了 因為蛋蝦 這樣很難買 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夠全家四個人吃了 好 蛋花加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加我們的調味粉 這邊我們加一點鹽 鹽 其實這個調味粉也有鹽味了 因為它小魚乾啊 對 小魚乾那些 然後這個呢 這個我們加兩匙 小匙的加兩匙 對 因為這天然的 它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風味 而且我覺得 你根本也不用出去外面 買那個什麼的湯底了 對 自己用 火鍋湯底 那個也不用了 就直接用這個就好了 對 這就很像是那個日式料理 裡面的昆布湯了 昆布湯 這樣煮滾就可以了 哇 你只放兩湯匙 就說你這個很不錯 彌補你剛剛猜錯的那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這個打完之後呢 我們放在一個罐子裡面 保鮮盒 瓶子 然後你就要用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用 而且這個很天然 請問這要冰嗎 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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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裡面加的這些 還是有局部會有一些水分 然後在冰箱保存 我負責來喝一下看看 這是算最天然的 我比較看看 跟剛剛那個有沒有 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味 這個一定要學起來 這個要學起來 這個太方便了 所以你們在那個大飯店 也是都自己這樣子做嗎 沒有 大飯店一般就是用天然一點的 我們會用那個香菇粉 香菇粉或是干貝粉 是不是很好喝 很好喝 就是它很自然的那個 而且它喝起來 沒有負擔的感覺 真的 這個反正你也不會帶走 就給我 好 請慢用 DIY的調味料 謝謝主廚 謝謝 好 所以那個味精的話 其實並不是說不能用 對 那可以斟酌的用一下 那當然你如果自己 可以手做的話 其實像主廚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這些食材 其實取得並不是那麼簡單 對 可是之前就有人 會什麼都怪味精 就說我跟講 我就是吃的味噌 一直貴病 老師 到底會不會貴病 到底會不會 其實這種會過敏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就是一種胺基山 其實很多人就是把什麼 掉頭髮 口渴 對 都怪味精 對 就是都是味精 其實以前我跟林醫師 去吃飯的時候 就常常看到這裡說 本店絕不用味精 基本上我們都會覺得很害怕 那它用什麼 你就掉頭就走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要太緊張 但是就是記得那個用量 對 因為我真的很怕看到很多人 在煮東西的時候 我要摳摳摳好幾次 而且如果說你用的雞精粉 你就要看一下它的成分裡面 已經有福山蠟了 你的味精你就不要再加了 對 它也是福山蠟 所以就是要看 學會看這個成分是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 注意事件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所謂的什麼吃味精 會出現什麼心肌 頭痛 流汗什麼的 我為了味精特別把那個 紐約和紐約醫生 1968年4月4號 我以為它是愚人節寫的 所以在4月4號之後就被接受了 對 那真的把這篇文章找起來 因為在紐約和紐約4月4號 那他們現在覺得 連那個羅伯特的 後面郭啊 這郭醫師都是假的 後來我就找了這個 科爾街的這個大學 他們就說沒錯 他這個其實是兩個骨科醫生 一個叫斯蒂爾 一個叫哈森 那他們兩個在說打賭 因為那個外科醫生比較笨 不會投到女人跟紐約醫生 他說那你寫一篇文章進去 可不可以被登 終於被登了 登了之後就害了味精60年這個污名 那其實這個富胺酸 它是一個非必需的胺基酸 但是它真的是遇到一些湯品 或是這個肉 它可以把那個鮮味調出來 但是它真的就是因為它是單納 所以它在一克的納裡面 將近有13mg的那個納 所以其實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吃完了之後 可能會血壓高 心跳 加快 然後覺得這個雲 就跟我們一樣 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納了之後 那血壓就會 血管就會收縮 然後就覺得血壓高 頭痛 頭暈 然後甚至覺得會周邊 因為它血管收縮 就會覺得周邊比較麻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一般來講 因為這個為什麼要幫 味精要證明呢 那還要就是說 它其實是在歐盟合法的添加物 它有一個ECO 它就是說表示它是合法的添加物 但是因為我們就不能過量使用 過量使用就等於你這個湯加了很多 或是菜加了很多這個納鹽 納鹽當然吃了就會血壓高 心跳快等等 那其實我們還是比較擔心 會不會有一些人對這些味精過敏 就膚胺酸過敏 那當然還是比較少 如果真的是過敏的話 那我們就真的就建議進去說 千萬不要再加膚胺酸這一類的東西 那但是它還是比較少 就像有些人吃豆漿會覺得喉嚨很乾雅 或是喝牛奶會覺得拉肚子 它有一部分人是一些體質會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要避免 真的避免 那個味精的使用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覺得說 味精它雖然是合法的 也是正可以的添加物 但是因為它含鈉量太高了 甚至比一般的鈉鹽的含鈉量都高 所以我們就是說還是盡量少用 那如果吃了有不舒服的話 那就把它減少一點 可是你看看我們在路邊攤 每次燙青菜很好的一個菜 兩個 然後再加上一個一湯油 然後再加上一湯油 所以我們會再加上一湯油 還有一個湯油 每次開始 那邊 往內湯油 都爭嘲了 沒有